欢迎收看7月28号星期五的反映苏Market 今早是我和Auto继续主持这个节目 Auto 早晨 早晨 是,调调一些外围的消息数据 看回美股 昨天三大股指是个别发展 导致创新高 但标普和纳指是跌的 有个说法就是科技股走得不一样 的确是 AMD来说就收跌4.34% Google也是跌1.33% 另外亚马逊也是跌的 苹果也跌,Facebook也跌 Twitter可能因为用户增长不及预期 一度跌14% 亚马逊也想说第二季度业绩 即是远超预期的差 他的CEO曾经做了半天的全球首富 但因为业绩出来太差,股价又跌 首富位置又蒸发了 想看Otto 现在恒生指数也跌近20 跌近120多点 现在是27,000 120多点 这件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不是特意谈谈股市 跟香港没有关系 因为上次上去那一刻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以往我们已经习惯了 在金融海啸前 你看财经节目 说股市也好 都会发现人们说 昨晚美股什么 然后今早就什么 尤其是金融海啸之后 是不同了样子 当然这个现象和大陆无关 因为当时的股市是人家升 他又升 人家跌也升 但最害怕香港不同 香港反而没有了现象 亚洲MICI指数亚洲股市已越过2007年高位 即是他们已创新高 但我们还未创新高 如果你是炒香港股市投资者 应该有个习惯 我们的形态或走势已跟以往不一样 近期美国股市上似乎与我们相关性有关 尤其是这个星期美国有说意识 又创新高 如果是这样 是否同步性会跟他接近 如果是的话 他跌我们是否有跌 近期美国已经跌了 我们也有跌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问题 感觉上早前美股的升相当明显 欧洲跟得挺好 但你前几天说 港股来看 2万6000都穿了很多次才能穿到 好像跟就跟得最慢 升就升幅最少 其实我们的恒生指数成份是否有些脱节 可能这个股本不是现在最适合的套路 例如美国有五大科技股上来 股市便上升 而且一上升是S&P也上升 Lestec也上升 因为那几家公司全部都有份 但香港反过来 我想问你上来 你不要告诉我你汇丰上300元 因为没有了这支歌仔唱 你没有了那些 而且你讲场的实业 我怕被人扔鸡蛋 你还要他升吗 已经买不到 因为我们的楼价已经变了六合彩价 你不中六合彩是没什么可能 即是买六合彩才能买到楼 我不是说是贫富 只是给大家知道 是无形之中 会导致有些东西过高 而反过来香港 你找到香港哪支科技股 不关你事 我不是贬低些什么 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这些现象是让我们了解到 究竟市场中的状况是正常与不正常 如果正常日后又会怎样 昨天我们会见到 美国加元息 维持利率不变之后 你发现市场又没有反应 其实是不正常的 我说美国不是香港 因为你要知道 其实没有改变 昨天美股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刚刚24小时 就是美国宣布议息后 不知道人们是否分着交 昨天才发现 他开始做获利回套 而回到 应该是加息之后的上升幅 当然仍然维持升势 你刚才提到一个点 就是成份股的构成 最近美股的带头 也是科技股 五大带动三个指数 也讨论过 如果全部由科技股主导 这几间公司没有所谓实质 现在人都知道是五间公司 但这五间公司的确是各有不同 问题是现在是环球性 明显大家知道 你会用Google 你只是不用亚马逊 可能你也会用亚马逊买书 有某些公司我们没有用 但其他公司也会 的确是他们做得到 的确是做得到 你发觉他们真的好像 科技股浮沫的期间 突然之间多了一个世界 亦是扩大得很快 已经不是三亿人 是70亿人内有多少 但问题是 那些公司是否五间公司 都同样受惠 或是否真的有关系 例如昨天亚马逊 亚马逊在美国成功 是否一定要搬到我们这里 而且要记住 美国会掌握人头 亚马逊已经前过 美国有多少人用 但要记住 这不是真量 只是拿草能额 拉上补下 我抢了哪个美斯的生意 但如果外面那些 如果用美国的思维去想 可能回报未必那么高 因为亚马逊 对不起 现在连出书都要同步发行 所以会导致亚马逊 要买到一些环球性比较看的书 即不是中国印那些 可能会有一定的疑问 我想解释 美国的股市 的确不是五间上市 五间科技股都那么好 五间都可以吃到这一潮 所以会有很多人开始质疑 会担心 涨得太高 其他东西跟不上 而你会发觉 杜宁斯工业平均指数 是一个增值指数 即是股价越高 贡献会越大 所以才会导致现在 反而美国的股价 很多都听说要过千 或者市值去到多少 而你会发觉 可能之前金融海啸死了的 是没有什么贡献 或者去不了金融海啸之前的价 但你会发觉股价都可以升成倍 即是说导宗 所以这件事也会令到 很多专业的人都会担心 每升到所谓高处不升行 会担心这问题 讨论完整份股的构成之外 我们也看股市的前景发展 摩通也发表了一个最新报告 指美股现在接近转折点 你这几天都在密切讨论 究竟那个圈圈是否已经走完 你同意摩通的看法 我不是说仇富或真人富贵 如果用昔日的美国 有什么问题 因为升幅不多 当然要记住 18000上19000到21000到21000 是整三四年的事发生 而今年实际上升幅不多 今年三月才是21000 现在是在21700 升了多少 1%?2%? 其实不多 每天升低低 只是我们觉得 不要听你们顶着气 为何我们不是这样 其实不是升很多 连续几年也是 但这些问题是否要死因 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认为 这些问题是否要死因 所以大家也要明白 可能调整5%正常 5%有多少 又不是大件事 但我们说的下跌 和调整可能很不同 你买会调20% 但他说不是 我打算跌3% 我买回 所以会这样 说完股市 我们看回美国另一个焦点 当然说回总统大大 他有很多不同的新政策 推出来 但往往都好像被人阻止 除了这个医保 还有一段时间搞之外 他之前提过一个边境税的情况 又好像受到重创 为何呢? 就是六位美国参众两院的大佬 和白宫要员 就在周四发表联合声明 就说决定各自边境调置税的问题 又好像再隐蔽总统大大一大巴 其实想问 各自边境调置税 是否你预期中会出现的情况 其实应该这样说 大家会发现 终于 就是说之前那些所谓预测 甚至媒体认为你选总统 是荒谬的 但现在是否证实了他们的预言合理 不过也可说在过去的过几星期 你发觉现在的总统 甚至乎白宫 似乎他在如何运作政府出了很多问题 但现在最惨的是 他已经去到逢突撇反 这反而对他来说比较有影响 因为大家要知道 选择的时候 都是希望他改革美国 或是倾向一点 不要说大美国主义 其实是这句说话潜台词 你所谓美国优先 你所谓美国优先 你所谓大美国 但现在你会发现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小器 但你会发现 现在的多充大做了别人的感觉是小器 所以会导致美国有某些事情 你自己知道就算了 不要这样去 但近期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因为这些小薪资折 而影响大事便会有问题 例如刚才所谓 本来要改医疗改革 但做不到 原来希望借助税收 而令到美国会保障更多的美国产等 美国工人 但现在连这些事情都可能已经 再这样就牵一发动全新 连税改都可能会有重大问题 甚至乎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连最终目标 要令GDP增长4% 更加遥遥无期 GDP增长4% 为何说好像柴鱼饭后 现在人都知道特朗普有什么问题 可能问问所有人 可能香港见到那些 就算维园8也看到单问题 是一件不好的事 因为他没有办法 真的可以说美国优先 原来美国更加差 形象上扣负分很多 近期新的制裁 例如伊朗、北韩、俄罗斯 美国当然不能反口 甚至今次不能出声 但现在连欧盟未必太认同 因为今次有能源 现在欧盟已觉得用有色眼镜 看这次制裁 你为何制裁俄罗斯的能源 你是否想我买你那些 大家会知道 现在有些人 已经开始不太给美国政府 甚至美国总统 在特朗普底下 面对政府 面对内外矛盾越来越激烈 另外美国众议院 亦以高票压到性的票数 通过制裁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的法案 现在只差特朗普签纸 你认为他签不签 他这里说他不签 也不会照样过 因为他里面多了很多 是专为现在这位总统设计的条款 就算你想改 也要跟我说 我先回报 是 事件已经是内耗 但反过来通过后 你签 所以的确是有很多事情 大家要看到 美国有自己浪费自己的时间 内耗 美国究竟将来的情况如何 我们也要看新的数据 今晚有些重要数据 大家也要留意 这是美国第二季度的实质GDP 今次表现如何 目前预测2.5% 虽然2.5%是很大胆的一个解设 但我想告诉大家 一定要高过这个数据 因为大家要知道 今次是要拉回第一季上来 所以数字可能低至2.5%都觉得差 大家一定要知道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数字 就是七月密歇根州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可以看看大家的消费能力 和对前景的看法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个假期日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收看 拜拜